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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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认识 和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 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师母今天 带我回来她第一次回的教会 因为她经历了神的大能 而改变了她的人生 其中很多 都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师母 我知道你大学是主修数学 跟写作似乎扯不上关系 你又没有什么写作经验 那为什么你后来会成为作家 真的要由我小时候讲起 小学三年级 我已经立志做一个作家 写的叫做我的志愿 就要做一只爬格子的动物 到中一那年 我遇上一个很好的国文老师 罗晓梅老师 他就鼓励我写作 他说你这么喜欢写东西 你一个星期多写一篇文 我真的这么做 到学期尾 他就跟我说 他说罗乃圈 你这么喜欢写东西 你将来会做作家 你这么快就跟你下定论 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记住 到大学很想读文学 那些东西 妈妈全部都说不 要我读科学 她觉得读科学 理科又出色 数学是因为科学 我读科学 知道原来教会有文字训练班 我当然报名投考 没有丧我 对了 我很记得他们在 有个角落开班 我偷偷地在门那里 看到老师 叫他们摸石头 那看着看着 自己的心 当然是酸的 那 小女孩 跑了石头 走了出去 看着天 流泪歧途 我是耶稣 我很喜欢写东西 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结果上帝真的听了歧途 完成了大学 就同学牧师读完神学 我去了台湾做宣教士 原来当时 你宣教士说 要去不同的工场工作 我有得选择 是的 他有一个叫Fill Conference 就让你去选择 在那天 就看到一本大学雜誌的 編辑主編走过 黄牧师和我一起 他做了什么 你去 跟他说 你很想做作家 或者做編辑 我说 不要了 很面目 他还说了一句 他说 这是你人生唯一一次机会 为什么不去 就是何牧师一路鼓励你 结果我走过上去 我就说 刘主编 我叫罗乃轩 他说 然后他问我 他说 你找我干什么 我说 我很想当编辑 我很喜欢文字 那么你在哪儿念书 加拿大 你念什么 数学 他一听到说 我 皱洗眉头 那么结果 他就拿了我的地码 和地址 两年之后 是的 真的 本杂志 需要说一个 香港前途的问题 他就打给我 他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收集资料 我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写 是的 原本是收集资料 变成了我写的篇文 是的 结果那篇文 我收集完资料 写了 又改 又改 改了七次 给他 结果我收到他的回音 他说多少次 他说 你的文笔不错 我只改了一个标点符号 哇 厉害 然后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 和他聊天 收了我做他的徒弟 哇 哇 这个真是神奇 我觉得真是上帝听祈祷的 感谢主 我写的Facebook的文字 也最近有读者回应 是 我不觉得你在写其他东西 你在写自己 但你在写我 所以就有种 有种 共鸣 对 共鸣的感觉 明白明白 那其实 师母 你人生的上半场和下半场 你会如何形容 这个问题挺有趣的 上半场我会形容自己是自动波 自己也持有很多主意 好 自己也很努力 甚至过度努力 好 可能去争取 我记得那时候 我要访问一个名人 人家就约了八点钟 早上 好的 在酒店等他 我七点钟 在他会吃东西的餐厅 坐在那里等他 好 我让任何人都做 我想这个就叫自动波 就是我安排 我尽力去做 我要得到我要得到的东西 当然我也会祈祷 但是去到人生下半场 其中一件事 我想对我最大的教训 是我试过轻微中风 有一天 我还记得我预备港渡 天船地转 吐得很厉害 还坐白车进了医院 几天之后 就发觉 是老部有少少轻微中风 在那一刻 我就 就是 跟自己说 什么事 因为 我有句说话 我很喜欢的 叫做 Whenever you suffer 就是当你面对痛苦的时候 就是 上帝有东西叫 要教你 He teaches 那我就想上帝 你要教我什么 那我发觉 教我不要再过度依靠自己的能力 教我不要觉得自以为聪明 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依靠他 所以下半场 我就叫做 主动波 就是上半场 很多时候靠自己 所以叫做自动波 下半场 我们靠主 就是主动波 师母 在疫情期间 很多人的生活 都会有很大的转变 但是我觉得 你其中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你和何牧 就是做了KOL 在Facebook YouTube那里 相见合逼 逢星期日晚九点半 我是你的粉丝 是的 谢谢你 其实你做了这个KOL 别人会看你的形象 有些改变 影响你的形象呢 我第一个回应 我当时都不知道 什么叫KOL 我只是 我记得那年 疫情开始 差不多 不准出街 又不准见人 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我去拆牙 年初四 拆拆牙的时候 你说有个意念也好 有个声音也好 你试过住个隔离病房 我想起 是的 之前那一年 我因为怀疑麻疹 住了几天隔离病房 那为什么不可以 将隔离病房的经历 和别人分享呢 然后有很多人说 做直播 我不知道是什么 于是 我就跟牧师按键去做 当时我们家的WiFi 是贵速很慢 我们的镜头是转转的 我记得的 但又发觉有人看 对 慢慢慢慢开始做 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 有KOL的感觉 直到有一次 和何牧师两个 穿着同样的T恤 就去到一间 连锁店的药房 一进去 门口那位女士 在卖药 还是不知道什么 就叫我们两个 双劍合璧 那样 哇 很厉害 就是KOL的感觉 就是有少少这样的感觉 师母 二人三路这个节目 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小任务 是的 那不如听听导演怎么说 好 听说师母 你很喜欢打乒乓球 年轻的时候 对吗 谁知道年轻的时候 现在也很喜欢打 两年前我曾经说过 我要学乒乓球 言出必行 学了三个月乒乓球 以前用直板 现在放弃 用橫板打 那就对了 那不如我们今天就 看看师母你练成如何 好 准备好了吗 是的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好 熱身完了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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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千秋 不用说 各有各秋 这个乒乓女口 是这样的 我们每次都有个小任务 今次的小任务是什么 就是 圣灵果子 滴滴仔 圣灵果子 滴滴仔游戏 以滴滴仔的形式 边打边顺序列出 九个圣灵果子 期间不可以重复 如果打失或者重复 就需要从头来过 好 输一下 没怕过 好 来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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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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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 和平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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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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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加起來到百多歲了 一邊打乒乓球 依然感覺到活力的澎湃 一切都是源自天父的慈福 師母的人生 是充滿活力和憧憬的 捉完她結滿聖靈的果子 享受天父主導她的主動波人生 今天全日好像將我的人生 來一次重新結算 問我甚麼 提到是自動波 以前自己喜歡開車 喜歡主動 第二就是主動波 上帝動我 接著我想起動波 開心、開心 然後走人生的路 是靠著主的喜樂繼續走下去 是靠著主的喜樂繼續走下去 再次不見 靜固 接著